距离星辰变第四季完结有一段时间了 就在大家都在光微询问第五季什么时候播出时 官方最近频繁活动了起来 接连放出了不少物料 而且还发布了新的预告 这让不少粉丝朋友们惊喜万分 看样子第五季开播近乎直撑 从官方发布的几版预告来看 其中包括场景和人物等预告 首发的则是无危机风景PV 曝光了不少新剧的建筑场景 其中包括蓝火云楼 阎山城 玄帝天宫 影帝星城池等重要场景 紧接着官方又放出了两个新角色的建模 一位是秦宇徒弟柳寒书 预告中柳寒书建模做得很是精致 意气风发 与秦宇颇为相似 只可惜柳寒书在原著中是一位悲剧色彩的角色 主角秦宇是因为自身情况招致修炼停滞不前 而柳寒书相比秦宇更惨 他的家族对实力比较在意 以柳寒书目前的情况 在家族中几乎放弃的存在 直到秦宇出现才帮他脱离了现状 但之后却早早雨过了 而另一位则是一位美女 明巧白玲 她是小黑唯一的妻子 和小黑一样是飞行一族的 而且还是个九级妖王 在第四季的结局时 小黑和侯废先行度过九九天节 于是飞升到了仙魔妖界 而这位叫白玲的美女 正是小黑在仙魔妖界认识的女子 之后两人产生了情愫 并且结了婚 至于星辰遍地无计何时上线 从官方的活动的频率 和放出的物料来看 应该距离开播之日不远了 之前官方专门发起了一个 开播祝福抽奖活动 活动会在十一月底前结束 而且官方还放出了 风月星和闭幕星两个关键角色 这两人的篇章覆盖的 仙界篇一半的内容 按照一个篇章放出一个关键角色的敬意 即使十一月没有定档 那么十二月份也会定档开播了 从目前官方放出的几版预告来看 第五季的内容 应该会播完新界片的全部内容 通过场景TV 和橘色建模的精细程度来看 只要剧情改编得到 远超前几季应该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